大家好,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我是李國慶 全球大流行,環球大恐慌 港股三年低,等歐未出招 未講今日的題目之前 請大家看看恆新指數表現 全日恆指跌了922點,收報24309點 成交有1522億 成交繼續活躍,港股今日破了三年的低位 對上一個低位是2018年10月做的24540點 今日跌破了 今天最低的時候,是見過24117點 當時跌了1113點 現在夜期,兩萬四關都失手了 有機會進一步走低,大家要注意了 大家都知道,昨晚世衛公佈了 將現在這個疫情 新冠肺炎這個疫情,定性為全球大流行 大流行的定義,有些人說他做得太慢了 如果根據有些國家,本身好像德國那樣 其實世衛已經宣佈了這是一個大流行 所以避受批評,不過無論如何都好 總之世衛現在都已經宣佈了大流行 大流行之後,環球繼續恐慌 各個金融市場都跌到一波一波 股市固然都跌了 以前股市跌,錢就會流向債市,去債市避險 但昨天的情況,債市都避不了險 債息不是跌,是升的 就是債價是要跌的 換言之,其實有很多錢是unwind 本身是因為carry trade 借了很多便宜的錢流出來 例如在歐洲 他可以很低息,借了錢之後 就投資海外 例如買美債,因為美債比歐洲的息高 但誰知道歐洲出現大恐慌危機的時候 call loan 那些金融機構一被call loan 就沒有辦法了 就在海外那裏,唯有要錢不要貨 所以固然股又跌了 債都不能升,債他們都是要減 然後把錢掉回去 造成了這個,都比較恐慌的 如果美國再進一步減息 原本就應該是有利金融市場 但是如果美國息再低一些 就會再有一批錢 因為套息交易的平倉 蓋倉這些錢 走的話 可能又會造成一個動盪 好了 那些後話 現在關心的就是 究竟市場是怎樣的呢 大家先看美股這幅圖 好,美股昨晚收低過24000 跌到23553 現在它的道指期貨 都再跌到1000點 即是跌到22500區 其實昨晚跌下來之後 由於它的高位跌了兩成 就被視為進入紅市 之前那個低位,即是綠色的條線 23000,24680 所謂24680的條線 已經是跌穿了 連續三天的了 已經是確認失守的了 進一步下跌 即是你現在看到的 都可以說是3-4之中 就是自由樂體那樣 因為急跌 這種這麼急的跌法 只有什麼呢 只有是 譬如說對上一次 可能是2008年 金融海嘯 或者1987年股災 甚至有人說是 要是1929年那些 大蕭條的時候 那些跌才會這麼急的 不過如果你從這個 VIX指數來看 又的而且確 這一個 這次的跌幅 或者這個震盪 是遠遠超過了之前 譬如說2015、16年 中國熔斷 或者2011年歐債危機的跌幅 對美國來說 對上一次 VIX升到60或以上的 就是2008年金融海嘯 所以大家不要輕視這個跌幅 有機會 它由這個 VIX60會再進一步上升 好像上次 金融海嘯期間去到80 即是它都可以 還會向下跌 好了 其實現在歐美裏面 很多國家都已經 採取了一個極端的措施 例如有很多大幅減息 澳洲、馬來西亞那些減源 接著美國突然間減息 加拿大減息 今晚就輪到歐洲央行會議息 但是它的利息都減無可減 在它隔離的英國 昨晚已經公佈了減息 另外它也推出了財政政策 就是說有300億歐元的一些基金 總之扶持一下抗疫 亦都振興經濟 但是指不指到減息呢 你看看英股 都是指不到減息 因為大流行 恐慌 昨天公佈了之後 你好像希望有一個希望 就是說對英國可能會有些幫助 對英國金融市場 怎料指不到減息 現在都在跌4、5% 最慘的是德國 德國現在跌5% 一萬點都跌穿了 一萬點跌穿了 它由一萬三千幾點 急射下來 美股大概跌兩成 這裏由一萬 這裏差不多跌成三成 急射下來 德國固然在意大利旁邊 大家都知道 它們很緊密 經濟也好 人流也好 何況德國總理默克爾 說到德國會有七成人 都有機會感染到新冠肺炎 這些數字很恐慌 他提出了七成人 政府也提出一些方案去解決 反而它就沒有提出一些方案 可以解決 只是說有些拿些錢出來 拿多少錢呢 德國拿10億 區區的10億 即是多少錢呢 88億港幣左右 德國有八千萬人口 香港是七百多萬人 德國是香港的十一倍人口 香港用了多少錢去震災 抗疫 首先有個三百億港幣的基金 另外派錢一人一萬都超過七百億 總共超過一千億港幣的錢 德國現在區區拿了個八十八億港幣的錢出來 怎麼搞呢 就算意大利那些說拿二千五百 所謂二百五十億歐元的錢出來 都很難搞 都不夠的 意大利都六七千萬人口的 意大利最新呢 不單止封城的了 就是很嚴格的了 現在講到除了藥店和賣食物的店舖之外 基本上全部都要休業的了 就是比較嚴格的 希望14天再14天 大概28天左右就可以解決的問題 就是14天 頭的14天那個數字還會上升的 但是你過了那14天之後 應該的數字慢慢回落 這個情況其實中國出現了 在韓國的情況都是這樣 南韓的情況都是風源大休 還有限制了人流之後 它的數字降低 希望意大利可以做到 其實現在歐洲那裏 很多地方在爆 西班牙今天五百多宗 德國又是說到自己很嚴重的 跟著這個歐洲爆之後 美國昨晚特朗普就說了 要限制這個歐洲的人流向美國 就是30天不讓那些歐洲人進來美國 固然有些措施 這個當然是好的 限制這個當然是好的 但是另一方面 市場對特朗普希望去昨晚 其實說一些很厲害的刺激方案 誰知道都落空了 沒有了那些刺激方案 搞到美股很不強 美股很不強急跌 剛才說到歐洲那裏 其實那些很不撐 就是很多call loan 所以有很多carry trade的斬倉 連這個美國十月期債息都成不了避險的資產 不是債息沒有再跌的 而是債息升即是債價跌的 所以大家看到的情況比較嚴重了 回到亞洲區 這個日股跌4.4% 跟港股跌幅差不多了 又是一直倒水下來 倒水下來 好 看看恆生指數 恆生指數現在怎麼辦呢 兩萬四千九跌穿了 看周線圖 2018年10月低位 兩萬四千五百四十跌穿了 即是向下機會大 現在來看 如果你當這個三角形量度跌幅 起碼兩萬一那些水平 好一點的話 就希望兩萬二左右 好 希望守得住 但是都不要心存希望 我仍然都是說那一句 現在除非是危高人膽大那些 你可以玩一下 搏一下 否則的話 保守認投資者 現在都是什麼呢 就是留得青山在那 哪怕沒有柴燒 hold cash 做忍者 暫時不要這麼心急入市住 是會有些反彈的 因為跌得太多 任何一些消息都可能會有反彈 例如今晚可能歐洲央行 央媽哈 這個拉加德 他可能會有新的強勁的 刺激政策出台 可能又會刺激到的事 有些反彈 明天 明天收市之後 內地很大機會會有一個公佈 就是定向降準的 而且阿爺現在要求一些復工 還有他有新的經濟政策出台 應該會對中資股是有利的 可能會有利中資股反彈 不過這樣 這些挺有利的措施 你都要外圍其他的市場配合才行 如果歐洲不斷爆 歐股不斷跌 如果美股不斷爆 美股不斷跌 這一邊幾好的做事 內地幾好的刺激方案 都沒有辦法抵消那邊壓力 直到那邊要穩定下來 這邊港股才有機會回穩 到時可能已經彈了一層 吃不到頭淡湯 我覺得就是這樣 如果你是高人膽大 駁的就駁這些頭淡湯 如果不是的 市市不知道要多少 是不是兩萬一 不知道 現在真的很難說 因為這些這麼大規模的跌幅 只能夠等 如果我還是有貨在手 那怎麼辦 就是看你什麼貨 因為紫薛委說了很多次 跌穿249 你今天不走 或者跌穿兩萬五個次 都應該要 兩萬六個次都應該要走的 如果一級級沒有走 那現在還是持貨 你就看什麼 如果是那些 二三四線那些 我覺得減持它 沽了它 如果你是大籃籌的 跌到現在 真是大籃籌這樣說 譬如說騰訊 譬如說有些高息股 跌到 那你就可能 反正 再去一回 等它在網上出招的時候 反彈的時候 才再看看 是不是有一個高位的可以走了 因為不同的股份 有不同的 你問 其實最主要的 紫薛的水平已經過了 應該要做了 狠起身要斬 如果不斬 你現在拿著 要不就真的想著長線 要不就等反彈 再出 總之現在的形勢 大家要小心 等歐美那些出招 看看形勢 會不會有助 有個反彈 和內地的支持力度有多大 記住在疫症面前 這些力度 都要看疫症配合 才可以搞得到 好了 今天分析就這麼多了 多謝大家收看 再見 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